政府规定消费者需打满三剂疫苗才能进入健身房运动 消息会因此收到许多健身房消费纠纷案件 一位李小姐表示她本身是知名健身房会员 却因为身体状况不适合打疫苗无法再进入健身房使用 每月还要再缴交1288元会费 向业者请假却被要求需令付599元手续费 且暂停会集的日期也不能回缩到禁令生效当天 如今月费还是得照叫 因为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只有打一剂疫苗 我先说明一下我们两个人打完第一剂疫苗之后 我自己是有出现心脏不舒服的副作用 有持续在看医生 那我现在也已经拿到医生诊断证明书不适合施打疫苗的证明 所以我应该是属于政府所谓的不能施打疫苗的民众 就不会再想要继续去施打了 不管是第二剂第三剂还是现在讲的第四剂 这应该是不打算再打了 那个教练马上就跟我们说 公司现在全面严格执行 会打三剂疫苗不能进健身房这项证令 所以我们就不能进去 但是呢 每个月的会费 像我的会费是1288 就是还是要被扣 那我们不能进去 然后又持续被扣1288 那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呢 我们没有办法使用健身房的服务跟设备啊 那可是你扣我钱呢 1288 那健身房就说好 那你就请假 那请假要怎么请呢 他说依照我们合约上的请假规定 那根据我们跟健身房签订的这个合约里面 有注明几种可以无条件请假 不用付手续费的请假方式 包括调职啊 出脱啊 或者是你身体有怎么样的医生产 你不能去运动之类的 那他其实是有一个G条款 就是没有详列什么原因 他就只是讲说 如果你因为其他原因 无法使用健身 他那个G条款 我现在就是直接证给大家听好了 那G条款其实是最后一项 就是符合政府的那个地底化 其实因为还有我们跟他们签订的 合约条款里面的G条款 他其实有明白写说 其他应有无法使用健身设备之室有者 应检附室有证明文件书面申请 然后就可以不用付任何手续费的暂停会及 就算是请假 但是业者不愿意让我们用这一条请假 因为我后来就是有成立一个脸书社团 然后很多相关问题跟争议的网友都有加入 那他们其实有人就是真的是用会打三剂疫苗 加上一些就是小黄塔之类的证明去请假 结果乌军就直接驳毁了他们的请假申请 另一名消费者陈先生指出 打不打疫苗是个人选择 现行法律并无强制接种的规定 自然不应该以三金令猛进 限制以缴会费的会员出入健身房 危害会员的健康自主权 陈思中部长在4月14号的时候 有在这个新北市的COVID-19居家照顾计划 全面启动记者会 里面就有提到 社区传播已经到现在的状况 公布重新意义不到 请大家下载社交距离APP 但是健身房这边还是跟体育署都不承认 现在是有社区反映或者社区存播的状况 我真的是恳请陈思中部长 对于这一点是不是能够表示意见 是不是他们这边跟你们这里有沟通上的问题 那我有几点是希望陈思中部长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说体育署健身房都表示CDC没有公告 那本土的疫情是不是连社区感染的程度 都是不是已经达到社区感染的程度 那还有就是说 本土疫情是否从3月17开始 都已经超越社区感染 已经到达社区传播的程度 那避免体育署已经 仍是以未公告为借口 那希望国内的本土的个性是 很请部长告诉我们 就是国内本土各件事的 分别是从省收开始就已经到达社区感染 消息会秘书长徐泽玉说 体育署发布的强化COVID-19疫苗 第三剂接种规范相关Q&A 禁止消费者为打满疫苗 适可规则于消费者的市由 对消费者而言非常不公平 因为指挥中心规定三纪令 让消费者不可以进入这个健身中心 我们再回到11 您记载事项的事项 这个怎么会是可规则于消费者的事由呢 目前的这个健身中心并行化 其实您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 远远规定了 因为天灾战乱政府法律之心 竞争或变更的不可抗议 或其他不可规则于消费者的事由 难以完成本契约的服务的时候 任何一方得终止契约 那这个业者是不可以收手 聚会违约金或任何明目的费用 但是现在体育署的解释是说 这个不算是不可规则于双方的事由 是你自己不去打三纪的 是你自己的原因不打三纪 你不能够进去健身房 所以不适用这一条 你只能够适用 我刚刚显示 刚刚秀出来给消费者看的 你只能适用第十点 那适用第十点 那最多就可以扣 六千块钱的这个手续费 这对消费者来说 是多么的不公平 消极会董事长黄一腾则表示 三纪令已经是过时的清零旧思维 违反与疫情和平共存的 最新防疫政策 期盼政府能将消费者取消或请假 视为不可规则于双方的事由 让消费者能自由选择 是否请假 暂停缴费或是解约 才是对消费者合理的保障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